好了,休息一下,欢迎回答我们的课程 在前面的课程,我们讲到了这个条件概率 呈法定理,还有这个条件概率公式 有了这三个工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求解出这个被掩饰公式了 怎么利用这三个工具来求解被掩饰公式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这是科后习题的第26题 他说有一棵生病的树 但是他的主人呢,在这个时候却要外出 所以他就委托他的邻居去给这棵生病的树浇水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不给这棵树浇水的话 这个树死去的概率高达0.8 但是如果浇水的话,这个树死去的概率也有 0.15 我们现在有90% 有90% 就是0.9的把握 可以确定这个邻居会计的这个教学 而第小问是求这个 主员回来树海扩者的概率 我们把事件A记住 就是这个树海扩者 事件B1记住这个邻居记得教学 然后B2就是邻居不记得教学了 然后看到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B1跟B2构成了这个压门空间的一个跨分 因为他们两个的核事件是个B1事件 而且他们两个是互不相拥的 因为这个邻居要不就记得教学 要不就不记得教学 他不可能出于一个又记得教学又不记得教学 或者 又不记得教学又记得教学的这种矛盾的状态 所以呢 他们是一个压门空间的一个划分 所以这时候求解这个树海扩者概率 就是事件A发生的概率 我们可以利用到前面的全概率公式 所以PA就等于在事件B1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A发生的概率乘上这个事件B1发生的概率 再加上这个 在事件B2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A发生的概率乘上这个事件B2发生的概率 但有公式就可以得到 这个树主人回来的时候 这个树海扩这个概率就是 百分之七十八点五 就是0.785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告诉你 这个树主人回来的时候 这个树已经死掉了 我问这个邻居忘记教学的概率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解这个在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B2发生的概率 我们要怎么求呢 根据这个条件概率的定义 我们知道这个 在这个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B2发生的概率就是等于 事件A 事件A B2发生的概率 再除以事件A发生的概率 上面这里 这个分子 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利用到前面的存法公式 把它写成这个事件B2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A发生的概率乘上这个事件B2发生的概率 然后这个事件A发生的概率 我们也可以 事件A的概率已经在第一个小问里面求出来了 我们也把它写出来 就是利用这个全概率公式把它写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贝叶式公式 这就是贝叶式公式的求解过程 好 最后的答案呢 你们就自己回去算吧 我就不在这里算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贝叶式公式的严格定义 他说 事件A的让门空间是S 然后A是事件A的一个事件 然后B1B2到B2呢 是S的一个跨分 然后 而且还有这个事件A发生的概率是大于0的 事件BI发生的概率是大于0的 这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贝叶式公式 就是 我们可以求解这个 再移植到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BI发生的概率就是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贝叶式公式 它原本呢 我们要求的是在事件A作为一个条件 但是在后面的计算里面呢 都不是事件A作为一个条件 都是这个划分S的一个划分里面的事件作为条件的 利用贝叶式公式 我们就可以求出像这种划分里面 某一个事件在事件A发生的条件下 它发生的概率 然后当对样本空间的划分 由于对对立事件B和非B组存的时候 也就是说相当于这时候把这个 样本空间划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事件B 一个是事件B的对立事件 然后这时候全概率公式和贝叶式公式 就可以简化为这样子 全概率公式可以简化为这个样子 就只有两步了 然后贝叶式公式呢也可以简化为这个样子 像这种简化的公式呢 其实应用还是挺广泛的 因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划分是很容易找到的 由对立事件构成的一个划分 而且你知道了事件B发生的概率 你就可以求出它的对立事件发生的概率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书上的一个贝叶式 这是公式的一个例子 这是书上的利器 他说根据D1的数据分析表明 当这个机器调整良好的时候 产品的合格率呢是98% 而当这个机器发生某种故障 就是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 它的产品的合格率呢仅为55% 然后每天早上机器开动的时候 机器调整良好的概率是95%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了 某天早上第一件产品是合格品的时候呢 这个机器调整好的概率是多少呢 我们把这个事件A基为这个产品合格 然后事件B基为这个机器 已经调整好了 然后根据这个题目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求出 我们可以知道不用求了 直接可以知道这个 在这个事件B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A发生的概率是0.98 在这个事件非B发生的概率 是97% 也就是说0.97 就是说当生产出来第一件产品是合格的时候呢 这个机器调整良好的概率是0.97 然后呢 这个机器 它每天早上机器开动的时候 机器调整良好的概率是95% 这个概率呢 我们通常叫做先验概率 是由以往的数据分析而得到的 然后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是这个97% 就是0.97呢 就是叫做后验概率 是得到某种信息之后 在对原来的先验概率 再做一个加以修正的概率 叫做后验概率 有了后验概率之后 我们就能对这个机器的情况进一步的掌握了 这时候它是调整好的概率会比较高 如果说某天早上第一件产品是不合格的话 那可能它这时候 发生某种故障的概率会比较高 所以这时候可能要检查一下机器 这个备业施工事在很多范围里面都有应用 然后像在诉讼里面也可以应用到这个 这个备业式工事 这个案件是当年很轰动意识的总统刑事案 这个 这个 辛克尼是一个大学的退学学生 而当年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去打伤了这个总统尼根 尼根的秘书 还有他的两个保安 而当年在审判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这辛克尼的辩护律师 以这个精神病为理由 作为这个辛克尼无罪的一个辩护 然后作证的医师呢 告诉法院 当一个精神分裂者做这个CAT扫描的时候 会有30%的案例会显示是这个老伪缩 然后给这个正常人做这个CAT扫描的时候 只有2%是显示这个老伪缩的 然后这个辛克尼的辩护律师就说 你看一下这个辛克尼的CAT扫描 他是有老伪缩的 说明他极有可能患有这个精神病 所以基于这个条件下 他应该是要被判无罪的 然后这个案件最终的判断结果就是 他因为说他被查出了精神病而判定是无罪 但是这个判决呢 是引起了美国上下的很多群众的不满 以至美国国会和很多州议会都修改了这个精神病 判别的法律 采取了这更严格的条件 甚至有些州就说 不能说他有精神病就判他无罪 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来算一下这个辛克尼 辛克尼他患有这个精神病的概率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被耶稣公式 然后呢我们可以查到的资料就是在美国患这个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呢是大概是1.5% 我们把这个事件A设为这个CAT扫描显示脑位 说事件B记作是这个做扫描的人患有精神病 然后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事件B发生的概率呢是0.015% 然后在事件B发生的条件下事件A发生的概率呢是3%就是0.3%了 然后这个事件B的对立事件发生的概率就是0.985% 然后在这个没有精神病的人做这个CAT扫描显示脑位说的的概率是0.0了 然后根据这个被耶稣公式我们要算这个它在显示有这个脑位说的情况下它患有精神病的概率呢 我们利用这个被耶稣公式然后再带入上面的数据就得到仅有18.6% 也就是说即使这个辛克尼的扫描显示了它有劳尾说 但也只有18.6%的可能是患有精神病的 所以呢其实在当年这个CAT扫描就不能作为它无罪的证据 下面一个是被耶稣公式在疾病诊断上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书上的例子的逆巴 这个例子是说根据以外的平常记录某种诊断癌症的试验具有底下效果 如果这个事件A表示这个试验反映成这个阳性 这个试验C表示这个被诊断者患有这个癌症的话 那么在这个诊断者患有癌症的时候 这个试验反映为阳性的概率是0.95% 这个诊断者没有患癌症 这个试验的条件下 这个试验反映显示为阴性的概率是95% 然后现在要对人群进行普查 然后设备试验的人患有癌症的概率是0.005% 也就是说这个PC等于0.005% 我们现在要求如果某个人他的试验为阳性 然后这个人发生他有癌症的概率是多少 然后根据上面的公式呢 我们可以知道在事件C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A发生的概率就是0.95% 然后在这个如果是事件C的对立事件发生的条件下 事件A发生的概率就是等于0.05% 就减去这个这两个是一个互为对立事件 所以就减去他 于0.05% 然后这个PC的概率就上面已经求过了 然后PC的对立事件C的对立事件的概率就0.995% 然后根据这个被掩饰公式 我们可以求出来 如果知道某个人的这个试验反映为阳性的话 这个人患有癌症的概率大概只有0.087% 这个概率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试验如果用于普查的话 他正确率也太低了 所以这个试验呢就不具有这个广泛性 可能先做其他的试验把人先塞一下 再做这个试验会比较好 然后被阅试公式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在这个判断垃圾邮寄上面呢 我们是这样想的 如果底织的某些支持呢 经常出现在垃圾邮件中 但是它很少出现在一个非垃圾邮件 也就是合法邮件中 那么当一封邮件 我不知道它是垃圾邮件还是合法邮件 含有这些机场出现在垃圾邮件里面的支持的话 那么它是垃圾邮件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这就是利用这个被阅试公式 就是组建这个垃圾邮件分内器的一个想法 然后要这个被阅试分内器 其实是属于这个机器学习的一部分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创建一个基于支持符号的被阅试数据库 也就是说你要给一堆的垃圾邮件和非垃圾邮件给它 然后将这些垃圾邮件和非垃圾邮件里面的支持都分好 然后再计算某些字词在垃圾邮件中出现的概率 在非垃圾邮件中出现的概率 比如说中奖这个词呢 一般很多时候都会在垃圾邮件里面出现的 所以呢 可能它在垃圾邮件里面的出现的概率比较高 然后像这样 然后当我们得到了一封新的邮件的时候 我们就检测一下 这新的邮件里面有什么 有没有一些经常出现在垃圾邮件里面的支持 比如说啊 你收到一封新的邮件里面都说啊 你恭喜你中奖了 请到什么什么地方领奖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么啊 根据这个贝耶稣分类器呢 可能就把这封邮件分为这个垃圾邮件了 呃 第三步呢 会是根据这个个人的个性化的选择 构建个性化的贝耶稣库 啊 比如说垃圾邮件这个制服垃圾了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啊 分法比如说啊 你经常要买某样东西的啊 比如说啊 你经常网购的 然后某些公司会经常发一些啊 他们的商品啊 或新的产品或者什么促销的活动发给你的话 你会很乐意去看这些信息的时候 这就是啊 对于你来说这些就不是垃圾邮件了 但是对于一个啊 比如说一个工作邮箱 他这个邮箱一般用来工作的话 你再发一些促销的什么的信息给他的话 对于啊 这个人来说他就是一个垃圾邮件了 然后啊 像我们在啊 这个垃圾邮箱里面 比如说在QQ邮箱里面我们都有啊 如果他被误判的垃圾邮件 我们可以把它啊 选择为这不是垃圾邮件 就把它从垃圾邮件的分类中变为合法邮件 然后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合法邮件 但是你却认为它是一个垃圾邮件 你也可以把它标记为垃圾邮件 然后就改变了它的这个支持的里面垃圾概率 然后就可以构建属于你个人的这个备页式分类器的 啊 那就有件判别了 然后像刚才讲了几条公司 就是惩罚公司全概率公司和被夜市公司 这三条公司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要区别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分别 比如说啊像这个惩罚公司呢 是求几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 而全概率公司一般是求最后结果的概率 但是被夜市公司是相反的 它一般是知道了最后结果 然后反过来求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要注意一下它们之间的不同用法 和不同的应用场景 然后还有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 后验概率是指在事件A发生条件下 某个事件B发生的概率一般就叫做后验概率 然后先验概率一般是通过我们之前以往的数据经验可以得到的 所以这个被夜市公司呢 我们也可以称为它是一个后验概率的公司 或者是逆改公司 然后这个事件BJ发生的概率就是先验概率了 好了这一节先剪到讲到这吧 先休息一下